大家好 上一周我们讲了维基百科突然分杀了很多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中文维基编辑和管理员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那么我之前聊了两位 他们都是来自于中文维基编辑跟管理员的社区 其中有一位还是非常资深的编辑加管理员 我大概了解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以及现在这个事情在社区里面是怎么发酵 以及它的历史脉络 当年最早的时候是怎么开始起的头 这个以后我们会放给大家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给自己创建一个维基百科条目 我这个频道都做了这么长时间了 都没人帮我建个维基条目 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自己动手分衣足食 我大概研究一下怎么做 首先维基百科如果说你想要创建条目 你首先必须得创建账户 登陆进去以后才能干 这个不知道 然后你先搜索一下你要创建条目 就是所谓这个名词 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已经做过了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直接编辑在里面加内容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自己可以兴建 悉尼奶爸 没有 可以兴建这个页面 看这儿个链接 直接点这个 兴建页面 就进入编辑器 它是可视化操作 名字都已经写好了 悉尼奶爸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个对照 因为昨天陈秋实不是刚刚露面了 我们就拿陈秋实的维基条目 来做一个对照 好 你看看上面 首先主要的简介部分 对于这个人或者这个物体 这个条目的主要简介 我们就可以同样打 悉尼奶爸 这个年代就算了 澳大利亚 华裔 籍冠 原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 对 然后做过什么 是吧 曾经 我再例数一下 曾经做过程序员 然后配音演员 纪录片翻译 演员 对 我不知道我跟人家讲过没有 我有当过演员 然后当过媒体记者 对 前面应该加一个油管或者YouTuber YouTuber兼实证评论员 这是ABC给我分的 上次采访说我叫您实证评论员行不行 那就算了 那就实证评论员 现在反正谁都能当实证评论员 YouTuber兼实证评论员 差不多了 行 这个编辑条目说尽可能客观 不要加上一些主观的东西 比如说优秀的YouTuber或者实证评论员 或者说怎么样 这个不要加客观事实陈述在里面 比如说我这儿可以加一个油管YouTube频道名 悉尼奶爸 Sydney Daddy 我把这个放到第二段 截止 将来说不定我们名字会改 截止今天几号 2021年10月1日 YouTube频道名悉尼奶爸订阅数 来看一下我现在订阅数多少 算了 就按照这个虚数来吧 14万7千 好 这个就是客观事实 然后下面讲 曾经做过程序员 其实这个可以放在后面 其实没关系可以放在后面 因为我看陈秋实站里面它有目录 比如说声评什么东西 我们就放在声评里面 这个放在声评里面 然后这个首先下面加一个声评 这个叫加标题应该是 段落还是标题 应该是标题 对 就是声评 是吧 继续往下 把刚才抠过来 曾经做过程序员 配音音乐演员 纪录片翻译 演员 媒体记者 忘了职业奶爸 全职奶爸 对 全职奶爸 这给加一个兼职奶爸 对 对 现在咱没办法 只能兼职了 全职奶爸 行 这就完了 陈秋实那边还有各种生平 人家理率这么多 那我就没有什么了 或者我就留在这 因为反正会有人 咱们做这节目以后 应该会有人 不管是出于好心 还是坏心 还是搞笑心 会有人来编辑的 所以我们就留给大家充分的发挥 下面我们再写一个这个 评价 这个很有意思 评价 因为一般来说它还有评价乱落 为什么 我想这个 因为我前面 咱们做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讲危机的生态 是什么样子 说来实话 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人 就是我们以前做过好几期节目的 许秀忠 就是那个曾经戏过光头的那个女孩 许秀忠 她当时有人在编辑她的危机条目的时候 就发生了所谓的编辑战争 我们来看一下许秀忠这个 这个是她的中文的话题 这个条目 这里面很多的都是来自于 大量来自于中共的 你知道吗 但是中国国内出了很多文章 我们都知道推手是谁 这个文章里面 把她所有的从小到大的东西都隶数一下 所以你看人家的生平特别丰满 所以将来也会有中国内部的媒体 开始把我的底料爆出来 到时候我也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那些报道去丰富一下 然后这里面就有人物评价 当时的编辑战争主要是在人物评价方面的 大家怎么看编辑战争呢 你看这里面有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 你这里面主要看正面评价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方面的 负面评价都是来自于中国 新华社 中国日报 环球网什么东西的 还有这么一条 是来自于ABC的这东西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看背后的 你可以看背后的历史 查看历史 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编辑 你点进去看了可以发生 到底什么情况发生了 有的人加了这条 有的人删了那条 这还挺多的 100多条估计得有 这里面 然后其实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回到阅读 刚才我们讲的编辑战争 就主要发生在人物评价方面 其实这一次维基百科 这次之所以处理了很多大陆的编辑跟管理员 焦点矛盾之一就在于 像新华社 中国日报 环球网这样的媒体 到底是不是该引用 而同时大陆的编辑媒体或者小粉红 他们对于比如说苹果日报 台湾的中央社 到底能不能该不该引用 他们有争议 所以说白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在两种中文叙述框架下的对立的矛盾最后爆发了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后话 反正这次里面就是说 你看看正面评价都是来自于澳洲方面的 负面评价本来都只有来自于新华社方面的 然后后来就有人冷嘲热讽了 说都是来自于中国这边的 这都被管制的媒体算什么 然后人家就找到了一个 终于找到了一个澳洲方面的 说这个许秋中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你主要点进去看 就所谓的ABC广播公司的报道的链接 你看第三在这儿 这个链接 我们点进去看 就是这个报道里面 它里面讲到一句话 就是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周一耳林 就是Erwin Chu 说他的爆发力给了自己美巨大的平台 但是针对中国大陆发展的复杂媒体辩论中只是一种声音 他最后游戏谈到了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小心 因为澳大利亚社会存在惶惑这一观念 我们先说这个评论 这个评论是很奇怪的 大家不觉得吗 他的大概逻辑就是什么 许秋中你在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 你要注意 澳大利亚人可是会歧视黄众人的 你要注意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 你要想到这一点 很奇怪吧 你看刚才这个条目里面 许秋中这里面 关于这位 就是叫做周伊林 他本人是没有这个链接的 所以大家看维基条目也要注意 维基条目里面都是人编辑的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摘取东西 照理说是应该摘取比较权威的条目 是吧 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摘取了 他的确是权威 他来源是权威的ABC 但是这个人他没有在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你有点好奇心的话 你可以继续去找 原来是这个里面这么说的 然后你还有好奇心的话 你可以继续跟着Aaron Chu 继续往下找 我搜了一下 这个人在谷歌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在推特上 这是他推特号 This Asian woman says 看这个标题以及这个名字 你基本上可以猜出来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家 而事实上你再往下看 他转的很多的帖子 包括跟他互动的很多的人 基本上都是 Jenny Leung Jenny Leung 悉尼的人可能都知道 就是Newtown那边的议员 应该是州议员 对 我不止在一次的澳大利亚国庆日 他们叫Invasion Day 就是主张是入侵日 所以当时会有很多共产党 澳大利亚的共产党 共产主义组织到场去游行 我不止一次看到Jenny Leung 被作为这个活动的被邀请方出席这个活动 当然也是因为Newtown是他的地盘 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左的这样一个政治家在澳大利亚 然后老面孔 这个OZ老面孔 以前我们曾经有一次节目做到过三位华人 在澳大利亚国会被阿贝茨参议员问他们 你们是不是能够谴责中共的暴行 然后这三位就表达 不行 你在歧视 你在逼我们表态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位男士 名字我忘了 反正他是墨尔本那边的一个费边主义者 什么叫费边主义者 就是社会主义者 所以你继续翻这个 然后他好像是有一个组织 叫Asian Australian Aliens 点进去看 大的页面就是一个知识同性婚姻的这样一个活动 在亚裔社区知识同性婚姻的活动 所以你大概知道他们所担任的这位周一龄 大概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 我最喜欢做这种顺头摸摸的事情了 所以你了解这些背景以后 你再结合周一龄讲 许秀忠 你可不能乱说 你要小心澳大利亚会歧视黄众人 你大概知道他的说话逻辑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在这边他基于许秀忠这样的负面评价 所以我要说到一点 就是维基百科是我最喜欢的锁引工具没有之一 但是维基百科不是我获取信息的来源 大家其实也看到我以前会拿维基百科里面的一些东西截屏 用来做依据 其实这个是不严谨的 那只是因为我偷懒了 说老实话 其实那是挺丢脸的事情 维基百科是一个条目 是让你可以摸到疼 你只懂一种语言的话 你这个疼你就只能摸一根 所以如果你懂中文的 懂英文的 同时你又去看繁体中文的维基 你就可以有很多疼可以摸 如果说善于打破砂锅 或者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维基是一个天堂 真的是天堂 但是如果你懒于思考的话 维基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陷阱 所以这个例子就可以表现出来了 就是说关于这个正面 这个维基里面的内容怎么可以去经营 其实是很容易经营的 而且很容易被人的 编辑者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你说这些 在我看来 新华社 中国日报 环球网这些评论 分明就是应该属于是正面评价 应该就是属于正面评价 唯一有一条构图上负面评价的就算这一条了 好 那我们回去 所以我心里奶爸也得有个评价 对不对 我们也来分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 正面评价 但是你说我到底正面评价 有什么正面的呢 好像也没人有过给我的正面评价 是吧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 我做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还记得吗 一次非常严谨的社会调查 就是这个了 就是吴亦凡那期 如果吴亦凡没有犯罪的话 吴亦凡的魅力是满分十分 我可以打几分 参与者一共有2924个 这里面是最终汇聚的最后的图表 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上是正面评价了吧 是吧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加进来 我们在这里讲 在2021年进行的一次有近3000人参与的严谨 不要不能说严谨 因为严谨这个是形容词了 社会网络调查中有刚才多少 说我是实的和对吴亦凡不公平的 是吧 就觉得我比吴亦凡还要帅的 那么这两个加起来是36% OK 有至少百分之 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后面加了留言 觉得我是吴亦凡十分 我是100分的 这个就不算了 这不算了 大方一点不算了 有至少6%的被调查者认为悉尼奶爸跟吴亦凡一样 魅力的魅力不亚于 是吧 不亚于至少不亚于吴亦凡 对 这个多严谨 这应该严谨一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后面还得附上一个引用 我们把调查的贴过来 自动 就这么来 生成 你看 就好了吗 对不对 这样子调查就有了 它会不会自己生成的 然后这光有致命评价不行 我们得有负面评价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学会勇于批评跟自我批评 所以我自己也必须要写一个自己的负面评价 那就是同样的这篇 在2020年举行的一次有至少百分之 我看看有多少 就是你看 说我是4的或者是3的 或者是2的或者是1的 这个大概是1.9%加2.3% 4.2 加2.4 6.6 加2.7 9.3 就是至少百分之9.3的 被他认为 悉尼奶爸的魅力不及吴亦凡的一半 你看看正面评价 负面评价都有了 对不对 只有9.3%的人认为 我还没有吴亦凡的一半帅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 我们只是为了做一次演示 好 基本上差不多了 升评也有了 评价也有了 我们往下走 发布页面 对了 订阅数这儿 最好加一个我个人的频道地址是吧 也可以帮我宣传一下 对不对 频道地址放在这 引用 频道地址 对 插入 其实我应该把每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收到我自己当配音员的地方 当程序员的地方都链接进来 但是我不知道油管的频道应该算 我觉得油管频道应该 尤其在关于个人方面 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客观权威的 因为都是我自己说的 我爱怎么说怎么说 好 然后我们就发布页面 监视页面 必须得监视 不限期的 无限监视这个页面 我想要看看大家是怎么编辑的 不管你想怎么捧我 或者你想怎么踩我 来吧 OK 好 描述你的更改 这有什么描述的 新建条目 好 复合你的更改 复合啥意思 这就是我所有进过的 所有做过的复合 好 发布页面 验证 ready a more 好 发布页面 好 我这个就建立好了 我反正之后会继续跟踪这个条目 看大家会怎么样去编辑这东西 如果觉得很好玩的话 我会给大家再做一个节目 甚至做一个直播 我们现场展开编辑大战 其实危机 不管是中文危机 还是其他语言的危机 都是这样的 江湖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可以进行编辑 大家可以来损我 但是如果你损我损的太多了 不识内容 或者主观内容太多了 是吧 就在社区里面你名声就臭了 然后就会甚至有可能将来管理员就把你踢掉了 因为你这都捣乱了 是吧 所以你也不能乱弄 但是如果管理员 如果他自己是有主观意识形态的 他就会 而且他不仅遵这个危机的管理员 对于管理员要求是很高的 是吧 你不仅遵这个原则的话 将来就有问题 还有管理员更高一层人会去处理你 反正这里面 我们在以后的采访节目里面 大家会看到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江湖 我建议很多人 大家尤其是做油管的 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下这个条目 包括如果你是哪个大V的粉丝特别喜欢他 你也可以帮他去编撰这样一个条目 我觉得第一个是帮他引流 另外如果你觉得中共会派人过来 专门去修这个危机条目 去影响大家的认知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完全有条件 又完全有可能 也完全有必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你编撰一些条目也是加大他们的工作量 对不对 所以这场战争无非就是一个中立客观和真实虚假的斗争 当然不完全是这样 尤其是在您看过我之后采访的另外一位 就是比较资深的那位的编辑 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不是什么正与邪的战争 这里面就是大家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一样的战争 而危机的管理者也没有所谓正和邪的 尤其是那些重要的管理者 他并不是说我支持中共 所以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挺中共的 也不是说因为我反共 所以我就帮着你们反共的管理员跟编辑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危机尤其是一些资深的人 他已经超脱出了现实世界 他已经为了管理危机 为了让危机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运营下去 他们自己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跟哲学 而很多时候他们做出的决定是让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的 很有意思 好吧 那么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 好 那就这样 那就欢迎大家来我的危机条目做客了 金山不改 绿水长流 好 这个我也加允许 下次我们再见 我刚发现我这个条目里面跳出来一个可能符合快速删除的标准 而需删除 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明显的广告宣传页面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YouTube并没有建立自己页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危机上建一个条目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自己要给出更多的信息和素材 所以我们看一下后续他们会怎么处理 说不定就把我这号封了都不一定